但會去對這個女生告白是因為 這個女生值得一個告白 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的食物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愛情QA主題啦 愛情QA就是粉絲朋友來信我感情問題 我來做解析回答的系列影片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這次A先生的故事吧 美女說您好 我想向您請教一下 就是之前在網路認識了一個女生 聊了幾天還蠻順的便約出來吃飯 後來也帶回家過夜 經過那次便已經蠻曖昧的了 相處已經像情侶了 後來因為我太急了 便匆匆的買了一束花就跑出告白了 理所當然的被拒絕了 然後他是說 叫我先當朋友順情自然下去 但還可以對彼此好 也能一起出去 但如果我去跨了那條線 他也會下一次推開 很感謝W先生的來信 其實故事蠻短的 簡單來說就是告白啦 但其實看起來 你還是蠻有機會的 我先說一些你的狀況 就是你們互動認識 是從網路認識的 那其實你心裡也要有底 他可能會互動的對象 不只你一個 可能還有其他七八九十 一百個對象 在追他 應該不會那麼多人追他啦 可能97個在追他 就網路交友就是一個槓桿 讓我們可以很快認識人 你有一定吸引能力 那要拉伸親密度 也是可以很快的 但對方假如也是可以 讓自己那麼快拉到過夜 發生關係的親密度 那也代表 其他人要這樣對他 其實也是容易的 所以假如對方是自己想要認真交往的話 其實節奏不用放那麼快 第一次約會 就發生關係 當然你只是想開心玩泡泡 那你想多快就沒猜 因為泡泡你戳一下就破了 那認真交往節奏放慢 也許前面曖昧互動一兩個月 約會三四次 這樣子會有幾個好處 知道對方適不適合自己 還有容錯率比較高 可以換來越來越多 對於對方的了解 與有用資訊 也讓對方更了解自己 慢慢增加對方的投資 因為第一次約會就發生關係 你有創造出激情 但也可能這並不是愛情 這就像是玩雲霄飛車 很爽很創快 但你不可能每天照三餐玩雲霄飛車 你不可能一直讓激情維持在高峰 最後還是會回到 雙方真實的個性吸引彼此 那你第一次約會玩 沒多久就拿著一束花去告白 確實是太急了啦 而且告白幹嘛帶花 你爸爸教你的喔 想當年我追到你媽就是靠那一枝花 告白不要帶花啦 太老派了吧 要帶錢啦 一整天約會讓他開開心心的再去告白 這樣才讚好嗎 而不是突然想到 啊告白好了 路邊買一枝花衝到他家 我喜歡你 跟我交往吧 女孩 我看起來像你媽媽 這樣太突然啦 會嚇到人啦 那你想知道更多細節 我有背課書課程唷 有興趣不要錯過唷 那我們來說告白前要注意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 告白前進程太快 就像我之前說的 當你把關係親密度推得太快 大部分的女生通常都會說 想要再考慮 想要再多熟悉彼此 而你這個對象是回你 希望這樣順其自然下去 但你太刻意 但你太刻意 他會退開 我覺得這不太算是 真的你告白失敗被拒絕 而是你真的把告白前推的進度表 推太快了 尤其你是要交往的話 這反而會是不太好的 一個是當然 你沒有時間去慢慢思考這關係的走向 對方也是每時間好好看待這個感情 會有這種 趕鴨子上架的感覺 就是有種被逼趕快表態 那這時候你的做法 是不管對方感受 硬是要對方給你一個答案 或是一樣繼續活熱的去拉伸關係 通常對方也許真的就會把這關係淡掉 你就被封鎖或是冷淡 假如你是真的想交往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一樣 跟他出去約會的時候 不用刻意最後結尾在床上發生關係 而是去享受彼此的陪伴 讓他認識你更多 你也對對方產生更多的了解 當然假如當下氣氛是不錯的 牽手抱抱的親戚你都可以去做 不用刻意的不去做 但是發生關係這個就不一定是一定要做的 反而你可以把關注點放在 了解對方這個人 專注在他的情緒 互動的當下 彼此之間的情感流動 你是真的想要了解對方 接受對方他可以感受到 你真實實際傳達給他的溫度 我是說身心靈的溫度 而不是你那根棒子的溫度 這你應該了解我在說什麼 因為你前面弄太快了 對方假如是真的想交往 也會怕受傷害 也許你是個渣男 這只是瞬間的美好 而這些只是短暫的 沒有女生會想要 談一段只是玩玩的感情 之後又要被砸 之後搞了幾個月心情不好 一定會再讓自己多一點時間 觀察這個感情 所以我覺得 那你已經也告白了 就給自己再多一兩個月時間 跟他互動 發生關係什麼的不強求 但互動上去讓對方 融入自己的生活世界 自己也去更了解對方 這會是更穩健的做法 當然這些會事 告白前就該做好的 因為這些做得好 告白成功率 自然就會提高許多 我們來說下一個 感受對方的急 其實告白前 要告白成功率高 我覺得最好的時機點就是 你可以感覺到 對方比自己更急 當然也不是說 他比我急 想要交往 那我就不告白 我去跟別的女人 約會玩一輪 再來找他 這就是一個機會成本的概念 當跟一個女生 互動到最後 彼此熱絡到一個程度 互相都很吸引 互動到一個臨界點 有很多 就會表現出 不管是暗示 民視的說著 我們關係是不是應該 要往下一步走了 是不是應該交往了 你會感覺到對方其實 有點急的感覺 那這時候放著 大概一個禮拜 不給答覆 要或是不要 往交往邁進 這個女生就會對於這個關係 急速冷卻 這是很快的 所以自己想要告白 可以先意識到 是自己很急 還是對方很急 假如是自己很急 那麼通常 就不會是一個好時機點 因為自己急會有幾種情況 你怕追不到他 所以想要趕快定下來 那也代表 他覺得這個機會是難得的 對方也許價值比你高 比你更佔優勢 所以你需要急 或是有情敵出現 你怕被搶走 你沒信心自己可以把對方留下來 所以開始急 那不管哪一種 你自己急了 都不太是適合告白的時機點 那假如是對方急 就會相對 你是有優勢的 這時候去告白 通常勝率就會很高 但就像前面我說的 不能因為自己是優勢的一方 就把關係拖著 因為拖久了 幾個禮拜 對方這關係也會被搞掉 所以感受到 對方在這段關係急了 那其實就可以規劃在 某一次約會可以去告白了 當然氣氛營造 讓對方更被自己吸引 那就是你自己要做的功課 你總不會整場約會 爛到像被公車輾過 你還是硬要去告白吧 對方就剛被你用公車輾過去 你去問對方 要不要成為你女友 就真的太瞎了 所以把約會氣氛營造到最好的狀態 再去告白 通常會發生在私人場所 或是沒人的場景 氣氛很棒 雙方都很享受其中 你會感覺到 對方在等你說點什麼 那這時候就是靜下心 給自己勇氣 溫溫的對他說 要不要來我家看貓 我家的貓會後空翻 沒有啦 就去告白啦 我們來說最後一件事 創造回憶連結 告白前最重要的事 就是創造很多 跟對方的回憶連結 這更多的就會是 呈現自己 和跟對方共同完成一件事 可能去約會 去爬山 去看展覽 去看電影 去旅行 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喜歡做什麼 帶對方去 當然也不是只有 一起去做某件事情就好了 而是這個過程中 你要讓對方感覺到 你跟其他男生不一樣 就是不會只是朋友的閒聊 而是他可以感受到 你在跟他產生更多的親密互動 像是情侶的互動 但他又對你很有信任感 不會害怕你隨時會消失 或是這一切都是假的 其實你有做到親密感 互動像情侶 但是太短暫了 故事看起來就幾天而已 這個創造回憶連結 至少也是一兩個月時間 約會三四次以上 之後再去告白會比較穩 因為實際上你跟對方互動 創造出來的回憶連結 對方感受 假如都是美好的 那麼這些回憶投資 都不是只是嘴巴說說的 而是他真的感受到 你是怎樣的人 那他投資拉大了 就很難更理智的 看待這個感情 可能慢慢深陷其中 他之後就也 慢慢喜歡上你了 所以告白前 假如你沒創造足夠多的回憶連結 你們彼此沒有一種建立信任感的基礎 那其實去做告白 被拒絕的風險也蠻大的 好總結 告白前進程太快 感受對方的記憶 創造回憶連結 這三個注意的好 你告白成功力會提高不少 可能會有人說 啊就不要告白 就不會被拒絕啦 這只是一個文字上的解讀 實際上你互動很糟 你不告白也是等著被淡掉 那其實就跟被拒絕沒兩樣 當然也可以不告白就交往 因為就像我說的 對方會很急著想交往的狀態 那樣的狀態 對方對自己主動告白 或是一個默認 我們就是男女朋友 也是可以交往 但我會覺得 告白不是一個必做的事情 但會去對這個女生告白是因為 這個女生值得一個告白 而你也願意為了她去告白 但記住 告白不是當下答覆 就代表一定會是成功與失敗 就像是賭一個機會 假如你的告白是用賭賭看 那你不如不要告白 因為你必輸 而真正的告白 會是你跟對方互動的熱度 你都知道一定可以交往 只差在你要說出口而已 那這樣的告白 才是你要做的告白 那你準備要去告白嗎 可以先想想 自己告白前 這些事情有做好嗎 沒有做好 那你把告白當作賭機會 你就要想想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這部片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頻道 或是追蹤我IG 那你覺得告白前 還有什麼要注意咧 歡迎告訴我 那大家掰啦 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